不过是家中一位只爱有礼 不愿入室的侄子罢了 转眼已到了深秋 天气也逐渐凉起来 扫伤身子越发沉重 连小腿和脚踝都红肿不堪 律一说大带还有粤鱼 扫伤就临盆了 或不宜担忧扫伤出次生育会害怕 刚好辞 凶万宋和万七七一家在临近的荆州助手 于是修书一封给万宋 令良秋起带领黑甲卫 去接万七七来陪扫伤一段时 万七七抵达周末府时 扫伤和货不宜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看见万七七从马车里探出 头 扫伤兴奋地挥手 七七阿子 我在这里 万七七身亡火虎从马车上下来 后面父母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娃下马车 扫伤连忙握住万七七的手 看见小女娃满脸笑意地问道 想必这就是阿子信中提到的阿元 爸 长得跟阿子像极了 万七七也是激动万分 毕竟自从少商随着霍不宜出任周末 已有近两年未见了 万七七从父母怀里接过阿元 哄着说道 这是你少商姑母 这是你姑父 阿元该说什么 啊 姑母好 姑父好 阿元甜甜的声音极其招人喜爱 少商和霍不宜均是一脸宠溺的 笑 阿元乖 七七阿子 外面风大 我们进屋再说吧 少商说完 捏了你阿元的脸 便引着万七七进入府内了 霍不宜小心谨慎地扶着自家夫人 看得万七七是忍俊不禁 故意凑到少商跟前 神秘 嘻嘻地说 少商妹妹 你可真是育腹有数啊 少商小手一拍胸脱 自豪地说道 那是自然 在外她是叱咤风云 在家里可是为我是 从 霍不宜听了 也宠溺地附和道 是是是 夫人说得不错 一切为夫人 马首是瞻 万七七一时感叹 真是秦涩和鸣 其乐融融啊 不像自己在家 三天两头就要 和万颂切磋下五亿 少商见万七七叹气 抱着吃瓜的态度 斟酌了几番用词问道 七七阿子和刺兄怎么样 刺兄有没有听 七七阿子的话呀 万七七咒没摇了摇头 气冲冲地讲道 我说少商妹妹 你们成家 是不是都喜欢讲大道 理这一套啊 前些日开阿元大了 阿颂突然心血来潮 想找先生教阿元启蒙 启蒙就罢 竟不许阿元习武 美其名约说是女娘 就应该知书达理 不应该舞刀弄枪的 你说 他是不是在影射我啊 我可就是从小舞刀弄枪的 少商发了个白眼 这次兄真是不会说话 怎么当了父亲之后 把阿母那一套学过来了 但又碍于是兄妹一场 好歹也该为他说说话 就转换了一副坚定的样子 对万七七说道 七七阿子 刺兄确实不该禁止阿元习武 但我觉得刺兄还是有道理 你想 刺兄献 再只有一个女儿 这可是掌上明珠 肯定心疼的 毕竟刀枪无眼 万一此时伤到哪里 岂不是后悔莫及 你放心 刺兄肯定是打算等阿元 长大一些在习武的 你想 刺 兄当初娶你可不就是喜欢你 正直爽朗的性子吗 又怎会嫌你舞刀弄枪呢 万七七思考一番 觉得还是少商妹妹说的有道理 便不再纠结此事了 等回荆州 再和 阿宋商量不迟 后面这段时间 万七七又是陪着少商散心 又是宽慰少商紧张害怕的心情 不过看着 少商这个一般 妇人要大的肚子 还是心疼地感叹道 生产之时要吃些苦头了 少商发作之时 霍布宜正在周牧府问话大吐司 听到梁秋飞通船夫人临盆时 立马结 树问话 飞身上马赶回家 到家之后 见到的就是水泄不通的房门 以及来来往往出入的女婢和婆子 霍布宜只能听见少商 在里面痛苦的声音 急得焦头烂额 想要冲进去 却被婆子拦住 说产房血腥 冲撞主君 怕事不详 于是霍布宜只好大声喊道 鸟鸟 我在外面 你别 怕 我一直陪着你 不说还好 一说 少商在里面 直接委屈哭骂起来 什么祸不宜 你这个大王八 什么数字祸不宜 什么祸不宜 你真不是东西 万七七此时也在产房里 陪着少商 少商的汗水尽湿了头发 指甲抓着棉被 已然渗 血 万七七心疼极了 都是妇人 自然是感同身受 少商妹妹 你省着点力 听铲破 的话 长痛不如短痛 很快就好了 少商此时已经疼得 说不出话来 哭骂的声音也小了 门外的霍布宜 听见少商声音越来 越小 突然心里 开始恐慌害怕 转了两圈后 直接不顾众人阻拦 冲进了产房里 一静 去就闻到浓烈的血腥味 一盆一盆的血水 从里面往外端 霍布宜差点晕眩 跌跌撞撞 进去 看见少商脸色苍白 躺在床上 而万七七也在一旁抽气 心跳都停了一拍 冲过去跪在床边 眼泪也一下子涌出来 大声喊道 鸟鸟 鸟鸟我来了 你 你行 行 万七七拍了拍她 莫急 少商妹妹只是刚刚骂你 太耗费体力 短暂地休息一下 此时 少商也是睁开眼睛 安慰似的 抚摸了霍布宜的头 用轻若油丝的声音说道 阿征 别担心 我想吃刨厨做的甜闹 你去帮我 霍布宜正想吩咐梁秋两兄弟 却被少商制止 你亲自去 你在这里我都提不起力 气 霍布宜犹豫 再三还是答应了 因为他知道 少商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快去快回就好 于是霍布宜封一般式的奔向厨房 少商这边休整一番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用力 带到霍布宜提着田闹 回到产房门口 指 听见一声清脆的孩童提哭 差点站不住 还是梁秋其眼疾手快扶住 紧接着产婆便出 来报喜 说是夫人产下一位公子 霍布宜接下墙包里的小婴儿 刚出生全身红彤彤 哭声响亮 立马吩咐梁秋飞带产婆去拿赏 此时又是一位婆子 出来贺喜 恭喜 周牧大人 大人好福气 夫人这胎是双生子 这是小公子 霍布宜又见产婆抱出衣 个小婴儿 顿时湿润了眼眶 便抱着两个孩 到产房内寻少伤去了 生完孩子的哨伤 此时几乎虚脱 看见霍布宜 这喜结而泣的模样 也挤出一丝微笑 鸟鸟 我们 这 是两个 哪怕霍布宜叱咤战场 勇猛无双 此时抱着两个 柔软的小肉团 也激动得语无伦次 阿征 是我们的骨血 是霍家一族的血脉 万七七此时过来打断温馨的画面 因为少伤生产元气大伤 还需好好休息 再加上产 房还需收拾 就让之前精心挑选的父母 带着两个小公子 下去喂奶了 霍布宜向万七七 深深做了一意表示感谢 十日后 少伤的精神 恢复得差不多了 只是身体还需要精心调养 毕竟是双生子 对于母体的消耗 还是非常大的 这段时间 霍布宜特意告假 一头铺在了家里 时时 刻刻都不与少伤分开 由于是双生子 于是少伤和霍布宜 分别给孩子取了名字 大公 紫游霍布宜取名为霍连 辱名阿允 寓意将来不管围官还是做人 去政治清联 小公 紫游承少伤取名为霍霄 辱名阿牧 寓意以后 在战场上能够骁勇善战 霍布宜和成少 商门想将两位公子 往不同方向培养 大公子习闻 小公子习武 最终结果却是霍消息 闻 而霍连则习武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好